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 上個月底港的外傭確診比例達到4.3%是非常高 羅志光說8月30日至上個月24日 有606個飛鴻底港當中26人確診 全部已經接種疫苗 這個確診比例一點都不簡單 如果仍然有人認為需要增加每日來港的外傭人數 它無話可說 過往一個月 平均每日只有大約40個外傭底港 它說雖然不能夠滿足香港家庭的需要 但仍然需要外傭輸入 密切檢視外傭確診情況 和研究增加檢驗設施